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都在笑说你走的是什么穴 上次我已经改变了 看到都会在阳市上面道歉 上次就说郭文美对现代汉语 很有贡献 干爹了 走穴了 商演了 没错 这真是太厉害了 所以你就看到 最近我就研究名字太重要了 怪不得孔子就讲 毕业正名乎 名不正言不顺 这个名字太重要了 还有一个贡献是陈冠希 那个时候他的照片刚出来的时候 一开始大家就不知道怎么叫 记得吧 迎照 还有什么黄色照片 色情什么什么 最后弄出来一个燕照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字现在大家约定俗成了 现在类似的照片都叫燕照 这个词五四的时候周作人写了好多文章 那时候收集歌谣 他就用了一个叫猥亵歌谣 猥亵是一个负面词 可周作人写了四五篇文章 就是说我们收集民谣 一定要把猥亵歌谣也收进来 这个才能反映民间的诗歌歌谣的 就是这种二人传里面的这些 胸口奶滋什么 这些要收进来 周作人写了好几篇 可是后来就是因为他猥亵 两个字用坏了 他一用猥亵 虽然后来人家都收了 顾吉刚也收了 最后戴季陶 中山大学校长 就把钟敬文给开了 就说他犯错误 原因就是因为猥亵 这两个字 当初就应该用燕歌谣 就行了 对不对 干脆说这是当代国风 这就说明这个名字又是多么的骗人 我觉得你要不甘心做傻瓜的话 你就应该分辨清楚 这个名字的虚妄性 他骗人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 我到了东莞一趟 你看我就准备从你这种表情说起 我今天想为东莞说说话 对吧 我的主题叫做 为东莞证明 对 为东莞证明 因为什么呢 我听说我去东莞 有一个东莞人 在网上给我写了一封信 哦 因为我做的这个商业呢 不是郭文美人啊 人家做的还没有什么商业味 人家就是请我来谈谈东莞 所以这个人呢 就他是一个东莞人 你怎么这么有资格谈东莞呢 诶 军老师 我跟你说 我认为东莞政府 他如果是明智的话 他应该请我呀 做这个东莞的形象代言人 哦 当然我不便宜了 但是东莞更贵 东莞有钱 对吧 没错 对对对 我就是说啊 就说这个人 他写了一个信 就说啊 我想跟你谈谈这个东莞 他讲到一种心理 哎 我去东莞我就会感觉到啊 其实 外头的人说风凉话 人家真的是挺在意 嗯 就是他会觉得 他说我到机场 每次接外地的人 聊起东莞 嗯 他们就是这种猥亵 嗯 就是哎 东莞什么什么的 就验名远播嘛 这不可否认 就前一阵的这个 嗯 扫黄 对不对 嗯 可是你知道我 我现在就觉得 我跟他们讲 我就说 你们找我 找我当形象代言人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哎 我是说什么意思呢 我说你们 为什么可以找我 当这个形象代言人 因为呢 我有一个我的故事 嗯 我认为很像东莞的故事 我觉得我的命运呢 真是跟东莞呢 这个不算同呼吸啊 也是共命运 嗯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我这个枪枪 我们这个枪枪三人行 嗯 做了这个16年哈 我为什么老在节目里 这个自爆 对是吧 我说这个节目最早是靠什么出名的 嗯 讲黄段子出名的 嗯 对吧 就是呃 这个枪枪架架架枪 就是周周人 武士的时候提出来的 对对对 但是我必须说啊 你看啊 即便在当年 喂 就别的我不敢自夸 就这样 就是说在中国上空的这个电视上 讲黄段子 我是鼻子 对 我是绝对第一 对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我敢夸 但是我必须说啊 我当年在电视上讲这个在枪枪三人行最初讲这个黄段子 占整个节目的内容 也就1% 5%吧 但特别出彩 最多不超过10% 但是就这种5% 但是就是这5% 给我们赢得了1000%的 注意力 我想说的是什么 东莞的95% 是什么 东莞是改革开放的 这个源头 中国第一个三来一补的企业 第一个三来一补的企业 它具有跟安徽 什么小港村 同样的改革先头兵的 这么一个地位 而且东莞 它还有一个什么 我这么说 它的特点 你觉不觉得 过去香港人到东莞 老觉着找不着地方 就说它这儿 就是说你们东莞首都在哪 是吧 因为它是一个镇 对 它是全国像这样的 非常特殊的一个行政区划 我这次去都弄明白了 全国这四个这样 就是从地级市下边 直接就是32个镇街 对 所以什么后街 张木头 你弄不清好像它的那个首府 或者是那个片 没有市的设置的地区 是 可是你知道这32个镇街 或者叫什么28个镇 全部都是在全国千墙镇 就全国一千个 不是千墙啊 是那个一千个墙镇 千千千千墙镇 就是全国的这个墙镇呢 前十名东莞占了半壁江山 是 第一名就是东莞的镇 前十名里头五个都是东莞的镇 不夸张的讲 东莞富可低省 富可低省 你知道吗 这是它那个95% 就像当年的枪枪三人行 对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们不说 我说 我说 其实我觉得东莞 它有一个 你刚刚说 大家提起它坏效 主要就是因为 其实本来大家也听说过 管事服务 对 今年这么一扫黄 打击它 去年年尾今年这么一搞 就搞这个名字更臭 但其实你仔细想 我就讲黄叶这个事 很多人后来都说到 这个色情工业这方面 其实东莞不见得 就特别比别的地方 要来的昌盛或者昌绝 但是为什么它火了呢 是因为它名声在外 它这个名声在外呢 而且它的名声还跟别人不一样 它是以地名进去的 叫管事服务 对不对 那这个其实说明什么呢 我觉得很有意思 首先你想管事服务 你回想到这个地方 它给你印象 它像是一个 它那么多的镇 它是一个工业镇 一个工业镇的 一个结合体 东莞我们从来都晓得 它是一个代工加工的 制造中心 到边是一个工业城市 那这个工业城市 有大量的工人 有大量的监管工人的 管理阶层 然后有很多外来的人 在这里 于是它顺带而生 就像很多这种城市一样 就会有色情产业 那么但是呢 东莞为什么在整个工业 制造上面 能够超过全国 那么多地方 就成为中国 首屈一指的 其中一个工业城市 那就是因为 它这个地方 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它的整个加工 制造业 是有一个强项 它变成很多人 你想到要找工厂 要做什么事 你就想到干什么 干什么 就要去东莞 其实我想说 它连性产业都是这样 它是很认真的在 我觉得当年那些在 我不是帮他们说话 我就说 他们就算搞那行 虽然说犯法非法 它是认真在做 做出特色 我是知道的晚了 也没去过 也没有一直好奇 管事服务是怎么回事 后来看了那个 贾昌科的天注定 我不知道他这个 是写实的呢 还是 写实的 真是那样 贾昌科去过是吗 贾昌科考察 前夜考察 给人叫个首长 贾昌科呢 在戏里还露了个脸 对对对 也一瞟 那他肯定去过 但他那个里边 你还记得吧 它是一个火车 就是你一个男的呢 一个专列 一个专列 上去呢 来了一个火车 服务员 那这个服务员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服务 就是要到哪里啊 怎么到场啊 什么什么 然后呢 那个只是这个男的 不肯演下去了 就是说 还是就是来老花样吧 就这样 就把那个女的 变成了他的一个 协议对象 新工作的这个对象 但那前面的 整个这一套演戏 是非常让人进入角色的 照他这样演的话 那可以演医院啊 可以演学校啊 可以演办公室啊 政治啊 那对很多人 有这种野心的话 在这里得到转移 可能比真的犯罪 要好一点 所以就是他当年 据说是什么呢 参考了日本 泰国 台湾 世界各地 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说我跟你说 你不要说这个 这算是有文化 你不要说这个 这里边反映出来 一种什么呢 我觉得东莞人的 一种什么精神呢 就是认认真真 做好工作的精神 而且是参考各地 优良模式 我跟你说 他东莞啊 36个全国第一 你不要小看他 他是什么呢 我就随便说一个 公路密度 全国第一 每百户家庭 汽车拥有量 全国第一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 全球最大的电脑设备 生产基地 全球70%的鼠标 东莞生产的 全世界电脑机箱的 最大产区 什么什么 多少个 你说这是偶然的吗 他为什么能够享有这个地位 他这个地方的人呢 肯定有一种做好事情的这种 很专业 他有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情况 就是说他现在的 他的户籍人口 只有188万 对 但是他的常住人口是800万 是 换言之 我们在讲东莞的时候 他的600多万是全国各地来到打工的人 在那里工作 而他们又没有东莞的户口 你看这个现象是中国现在世界共产 这个刚才讲的很多这种新工业也好 有很多这种劳动效率也好 都跟这个人口基本结构有关系 而他的GDP今年是5000多万亿 5000多 5000多亿 所以啊 其实你比如说 我说北京还有天上人间呢 以前 你见过北京人自卑吗 所以我就觉得东莞 其实为什么我就说啊 他们请我聊这个合适了 因为关于所谓的性方面 比如好色的名声 我也有啊 对吧 艳明远播我也有 比如我干这十几年 什么节目都做 我为什么名字的这种虚妄性 你真是觉得哎 用不着跟他们解释 比如说这么多年来 我隶属对吧 就是有有个报社的 这个我记得有个天津报社主编 一见我 你好 天下第一皇 我有这名声 甚至又有一阵 说我是拉皮条的 皮条课 说哎 我要做个法治节目呢 就说我是斗青天 后来我说我是斗鹅渊 这你 我最能看到这个名声啊 别人戴在你头上的这个帽子啊 哎 你你试试 你是什么 你自己知道就行 再一个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 这种姓 说实在的啊 我我我说句什么话吧 就是说啊 谁心里都明白 是怎么回事 对吧 他跟杀人放火 不是一回事 甚至于就是说 你这个地方 所谓什么 燕鸣远播 你也不要以为 外界是多么的贬低 其实大家很多的时候 就像我跟你说的 你发现没有 每牵扯到跟性有关的新闻的时候 很严肃的会议都变得这个活泼起来 这是什么 他跟他跟人性里的某种会议啊 某种会议啊 大家会会心的一笑 对吧 这并不一定是丢人的 所以这个事呢 因此就说明了另一个问题 就因此大家讲东莞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强调那方面 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在意这些方面 所以你才只看到这方面 就等于像你又讲话 千千三人行 大部分都记得我们讲黄段子 但他们不会记得 我们请过什么人上来 从汪辉到顾滨 什么都来过 对不对 但他们为什么只记得黄段子呢 因为是其实 因为大家都很爱黄 实色姓名 没错 你比如说像东莞 我举了东莞 还有样东西 其实在行业内有名 外面人未必晓得 就图书馆 东莞的图书馆 在很多市集上 是首开全国先河 比如说它第一个 24小时还书借书 第一个开了一个 专门的漫画馆 这很多方面都是首创的 这是先驱的在全国 它是全国地级市里头 最大的图书馆 那我要去东莞去哪呢 我的最基本的问题是说东莞它没一个地方的 我跟你说 那其实很多地方 去按摩 不是 关于这个事 你要去一个地方 它没有东莞这么一个地方 它是一个地区的种民 它还是有些比较中心老的地方像馆城 这些就比较老了 而且后街这些 而且你还可以去什么吃东西 东莞东西很好吃的 很多广东民菜 比如说我们吃烧鹅 这个烧鹅其实现在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东莞 而且东莞有几家酒家它真讲究 它真给你讲究我们传统广东烧鹅 你知道烧鹅吃鹅腿最好 左腿右腿是不一样的 而且其实我现在希望 肯定是左的好了 我现在希望就是像刚才说的 就是能不能以后 人们去东莞 还是去按摩 但我说的是合法的按摩 这就是我下边要跟你们说的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感觉好像东莞已经给我钱 我就说你很厉害 郭美美就认几个商人当干爹 你认了整个东莞当干爹 对对对 我贴近负荷格地省的地方 我跟你讲 就是这次啊 他们找一个人 一个一个好像是广东社科院的 一个叫丁丽的先生 他是这个东莞政府的顾问 我们俩聊天 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我很佩服他 我就说 我说哎呀 这个政府有你这样的顾问呢 有希望 就你敢于提出这样的一个意见 他提的意见就是什么 他说 这个其实东莞可以利用自己 过去的一些经验和优势 发展健康的按摩业 养生按摩 你知道所谓咱们当年 带着猥亵的笑容说的 管事服务三十六市 我说你不要光看三十六市 你要看到他背后的灵魂 他背后的灵魂 是一种无微不至的 要让你舒服的一种 一种态度 一种才艺 对吗 好 我们说在某个国家 某个地区 某种事情不允许 这完全没有关系 对不 不允许不允许好了 我们在合法的范围内 按摩 是多么舒服的一件事 我跟你说 我最近在台北 我因为过去有个阴影 我本来不大去按摩的 但是 我在台北的朋友就说 特别舒服 非要带我去 你知道吗 再带我去了 我真觉得 真是好舒服 不一定非要搞色情 就是真的 就是 一定不要搞色情 这脑子还是有点不带对劲 这真是 同样几个字 把它刺激算一看 这中文系的 我跟你说 那个人家台湾 就是按摩 我认为有日本风 就是说 他就是 就是个毛巾 一层一层的 你看 把你裸露一块 毛巾给你扑上 都是那个热 湿毛巾 然后把你那一小块 简直是把你的 每一寸肉 都给你捏过一遍 哎呦 你那个最后神清气爽 那个舒服啊 然后最后呢 还踩在你背上 你知道吗 就是整个的这一套 林森北路 我忘了 我忘了 真是乐不思蜀了 我就真是 太舒服了 那么 好 你看东莞现在就是 避之唯恐不及 这东西就是洪水猛兽 对吧 可是我说 就像人家丁先生 我就认为 我说你这个建议太好了 他如果有这样的一种 工作态度 有这样的一种 全心全意的 想把顾客整舒服了的 这么一种 这么一种精神的话 对吧 为什么不能推出 合法的健康的管事服务呢 让这个东莞 也能成为一个人们休闲的 养生的 舒服的地方 到东莞 还是去按摩 但是咱不一定要 不还是 咱们一定不搞事情 不就行了吗 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先例可学 我觉得一方面可行 但一方面要探讨一下 可行的是什么呢 就以前北 你说台北 今天很多人去台北 都想去北投 不是泡温泉吗 你知道北投温泉 在我小时候 在台湾给人的印象是什么 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地方 凡去北投温泉 都是搞色情 它是整个北投温泉 到今天色情那一面 完全剥离掉 一想到去 就是健健康康 一家人朋友们 泡温泉很舒服 又比如说 再举个更贴近 泰式按摩 从前的人想到去曼谷 去普及到按摩 你也是只想到色情 但是今天你们注意到 人家说去泰国按摩 那个色情那个面相 已经淡了很多了 它剥夺掉了 我真的觉得 我身边朋友都爱按摩 真的是需要身体 需要按摩 精神需要按摩 都是 不是去搞色情 然后他们的 还是一个名词的问题 它时髦一点 它就不叫做按摩 SPA 对啊 水疗 水疗 对啊 就是换一个名词 感觉就不一样 但是这里面牵涉另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凡是这种能发展 那种按摩休闲产业的地方 它都有几个特点 要不它就像有些天然地利 像温泉区 它有温泉 要不就像泰国 你要有很多周边配套的东西 普及岛是有海岛海滩 环境很漂亮 那曼谷呢 当然就不是一个什么有天然地利的城市 但它还有别的特点 但是泰式按摩室的确是一种特别的按摩方法 是远远流长的 它是有它自己没套 但我觉得管事呢 可以做到杂彩天下各家 对啊 它过去的管事服务就是杂彩天下金黄 汇于一炉啊 那当时广东省复联都说 这弄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男的回去老婆都投诉了 说对传统性生活都没法接受了 那是那是不好的 但是可以发展出好的了 而且男女平等 要让女的去了按摩也很舒服 绝对的 这样呢 女的一起去 大家也放心 先让互联的舒服了 这事以后合法 没问题了 对吧 可是呢 我想说的是 东莞现在有个矛盾的地方在呢 就是说你一方面发展休闲旅游产业 我觉得是可以 但另一方面 它的另一面是以工业文明的城市 一般而言 一般人想到的印象 就我不会想去个工业城市休闲 他说 比如说曼谷不是个工业城市 台北北头不是个工业区 所以他要想一个方法 把这方面做一个 但是他现在 他现在也 面临未来的商业转型 他也不能总是全球最大的工厂 对吧 因为网东也在 同一半 对呀 utto 咱们